世界知名的海上學府伊利沙伯皇后號 1972年今天在本港海面發生大火 結果沉沒 這手排水量8萬3千噸巨型客輪 是由董浩雲所擁有 準備在香港改裝一間海上學府 想不到在試航前六天發生神秘大火 消防署稱伊利沙伯皇后號的災難性大火 是港海有史以來最大的火警 消防局長親自率領數以百計消防員 坐消防船和渡海輪到現場撲救 但也無法阻止火勢蔓延 還予全船付諸一句 損失超過5千萬 海市法庭後來發表報告書說 海上學府起火地點至少有3個 是有人蓄意放火 1985年今日行政局宣布 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 決定由1991年開始 廢除被受評擊的初中成績評核史 另外還會提供額外的資源鼓勵母語教學 初中成績評核史一直都受到批評 認為對學生是造成不必要的壓力 澳門政府在89年今日突然宣布 特赦在那個月底還未滿18歲 沒有身份的人士 這次在澳門當局自從82年 特赦2萬多個偷渡入境的大陸勞工以來 第二次頒布特赦 消息傳出後 成千上萬無證子女的家長 聚集在舊警察總部外面 通宵露宿、排隊等登記 由於人數太多 警方要臨時加派人手維持秩序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